欢迎收听忍者ATM 其实应该是欢迎收看忍者ATM 大家好 我是易康诺米 然后我们的人者ATM频道 有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了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之前每周更新一个小视频 一个比较短的三五分钟的视频 解释的都是一些经济概念 然后后来因为我生活工作 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应付这件事 后来就变成了 我们可能一两个月 有一次比较长的聊天节目 而且也是和我做的另外一档文化土豆 这一期播客音频节目同时发布的 之前好像聊过中美贸易战 还聊过一期什么 我也有一点不太记得 但今天这一期呢 也是一期音频的聊天节目 不过我想在视频方面做一些升级 就是说给大家做一些背景资料的配图 那今天我想讨论的事情 其实或者说我想弄明白的事情 就是美股为什么每天都在创纪录 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五个月 我每天打开美股的这个信息 都是看到每天都涨1% 好像这个我们迎来了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 但是与此同时在新闻中 我们看到的好像不管是贸易战 还是一些国际局势的变化 甚至是美国国内政治 都是非常的充满了不确定性 和美股的上涨 有一个鲜明的反差 那这一周我就请到了 和我经常一起录制文化土豆的嘉宾方赵 他自己也是一个个人投资人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关键是我想他请教一下 方赵你好 大家好 谢谢一凡 其实这一期节目 如果我要非常诚实的说 是你催着我要录的 这件就是你对这个话 你觉得这是一个 也可能是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的话题 或者是一个事情 你我们在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甚至都是有一些 就是frustration 有一些你们为什么还没有 就是大家个人投资者买美股的 你们怎么现在这么疯狂 是你能描述一下 现在的在你眼里看到的 这个有点疯狂的局面 是什么情况吗 应该说在所有的这个 就是对于美股的这个评论里面呢 我可以说是算是最悲观的一类人 这个尽管是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现在开始在讨论 美股在过去三四个月的连续的上涨 和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的这个 这个这个节节的升高 和它带来的更可有可能的市场风险 但是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人 特别是这个目前在2019年买美股以后 赚了很多钱的人 他们实际上对美股市场的继续 指数的继续上升是有信心的 即便呢之后碰到一点短期的下跌呢 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对美股和美国经济 抱有一个长期的信心 那我的看法呢就是和他们完全相反 那我就是 我的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 听上去有一点阴谋论的看法 我是认为这个美国经济和美股 目前都处在一个 像日本处在1989年的节点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 已经慢慢的要 就是说走入崩溃的市场 OK 然后我也想就是作为前面 说在前面的话 也想说因为我之前是学经济的嘛 然后我自己其实不太投资 就是当时做忍者ATM 是我逼着自己能够 就是也跟上经济的状况 就是在不做 不做这些跟经济相关的工作之后 还能够了解市场的情况 对不起啊 我可能那个我有点奄言 其实要说明一下 并没有更严重的病 然后所以我今天聊天的很多 可能出发点的角度 还是可能是跟一个经济学的学生 他会关心的议题有关 然后刚才方赵讲 你会美股是走向崩溃的边缘 你也讲到了他和日本 广场协议的那一段时间有点像 我觉得如果我们又把话题扯到日本 就有点太远了 那能先讲一下你觉得 我们就还是只讲美国 美国的 比如说我平常会关注的这些公司 苹果呀 谷歌呀 然后大家最近比较活的特斯拉呀 都是觉得是市场上非常 就是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 然后是非常好的公司 也有非常正向的现金流 所以你有什么证据来说明 现在的美股 它的价格的水平是在走向崩溃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任何一家公司的估值水平 和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价水平 这些东西呢 都离不开 就是我们所说的 Beta 那么每一家公司 它的具体的情况呢 在这个 这些所谓的经典的金融学 公式里面 我们称之为Alpha 那么我现在想谈论的更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是市场的这个Beta 它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我特指的呢 是就是发达国家的这些股票市场 那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中 美股的这种 就是估值的整体的这种偏高呢 是一个更为突出的 相比这个其他发达国家 更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具体的一点说 就是刚刚伊凡尼也提到了 像苹果公司也好 或者像Netflix这样的公司 或者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 他们虽然可能目前还没有正向的现金流 也有很多人要做空他们 但是他们的股价在过去的 两三年间吧 其实都是稳步的上升的 中间有一些小的回撤 可能对不起 我把它特斯拉和那个 就苹果是一类 特斯拉和和那个Netflix 可能是另外一类 我们OK 那我们这么说吧 就是说像苹果或者亚马逊 我们所说的FA 就Fan嘛 这这么一些公司 还有像Netflix 特斯拉这些公司也好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2018年以来 就是2018年 大概从2018年的12月份到现在开始以来 你还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每股分成不同的阶段 然后我们去看它每一个小的分层里面的Beta的话 那么估值越高的这个公司 不论你用什么样的这个Multiply去看这个估值 估值越高的公司 它的表现比估值更低的公司表现得要更加好 说明它在这个估值越高的公司中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一个这种 我们可以说叫Beta Plus 或者是叫一个一个Theta 这么样一个因素 它在起作用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股票卖得越贵 它越有可能在过去两年里面涨得越高 就是有一点羊群效应 我们尽量的那个限制一下希腊字母的出现 因为有一点收听门槛 OK OK OK可以可以没问题 然后那个刚才我们在 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羊群效应和这些 也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大家的 或者是说是一种对风险的渴求喜好增加了 这些它最后它背后的因素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待的 就是一方面我不认为就是很多最悲观的人说的这种话是对的 就是说最悲观的人认为 每一次的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每一次的美联储的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都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泡沫 我们是在一个我们处在的一个泡沫 是一个有十几年的不断的量化宽松积累起来 这样一个泡沫 我觉得这个说法它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就是说它的某些implication实际上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相当程度的泡沫之中 它的因素它的驱动因素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驱动因素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解释它 但是它的因素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印了大量的钱去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所有的钱最后都进入了股市 就是这么一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弱智的说法 但是它就是事实 就因为我们在一般看美股和比如说你刚才讲 其他欧洲新市场的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的因素还是因为大家可能对其他市场更加的悲观 然后就是相比我们就说中国的投资人 然后不管你看中国还是香港都觉得好像投美股是更加安全的 那我觉得这背后是有一种大家会涌向美国的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 但这些因素就是在纯粹股票市场因素之外 你讲的宏观的因素就是说有很多钱被印出来了 但是这些钱不仅仅是美国的就是量化宽松 你讲的是全世界的量化宽松 这个钱都涌向了美国市场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曾经也有人就是讨论过 是不是在欧洲进入负利率 日本进入负利率以后 它提升了这个美股的整体估值 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宏观上的一些指数表明 可能事实还正好相反 就是每一次还是美国人印钞票以后 它推高了全世界市场的估值水平 因为我们知道在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市场 他们的货币都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所以一般你说的这个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比如说欧洲央行印了大量的钞票 然后这个钞票被换成了美元 推高了美股市场的价格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间 我觉得这个迹象并不明显 更明显的迹象实际上是美联储每次大量印钞以后 全世界的各地的股票都会涨 不过这个我倒觉得其实你讲的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性的 然后大家也很容易能找到就是所谓的货币供应量的数据和S&P500的线条 如果把这个两根线放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在每一次量化宽松的时候都还是能看到比较 除了那种就是真的是在那个股灾之后的那么很短的时间内 但是之后的Q2 Q3然后以及我们可能会聊到的所谓的Q4发生的时候 都货币供应量和美股的上涨基本是正比的 那我们是要聊一下这个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所谓的Q4 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过去发生在2019年9月16号17号之这个节骨眼上的一件事情 现在是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了吗 可以我觉得我可以为这个话题再提供一点小小的背景 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呢 是处在一个我们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各国政府其实都在比以往 跟以往相比他们都背负了更多的债务 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是这样 而每个国家的央行都在比以往 甚至比二战一战的时候降低了更多的利率 也就是他们往市场中注入了非常多的流动性 这个降低利率本来是为了挽救这个金融危机和整体的经济衰退的 但是实际上在这些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就是可以说已经过去了相当长时间以后 他们每一次的缩表政策 也就是他们每一次希望去少往市场上投放一点钱 都会引起市场的巨幅的波动 所以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所说的一个时间里面 就是我们的每个国家的政府和央行 其实都一个政府要刺激经济增长 一个手段就是增加他自己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一个央行想要刺激增长 通过货币政策来讲就是往这个市场里面放水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已经比以往在就这两点上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极端了 当然我所说的话 这个话在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都成立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又怎么样呢 那我们每一年股票不都还是涨了吗 可是2019年的时候 我觉得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尤其是在2019年的9月份 发生了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 可能市场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了 OK 然后我也是想再说一些背景的事情 特别是我刚才说 以一个学经济的学生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整个经济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东西 我们经常比如说你看金融时报 看Bloomberg 你会觉得好像资本市场上有一个国王 这是美联储的主席 他好像是能够画市的 但其实很多迹象和很多业内的人 包括他们美联储自己的人 在一些其他场合都会说 他们对 其实整个经济是一个非常难控制的东西 然后他们希望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专业性 控制力等等 领导力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希望表达出来的一种能力 其实很可能这是一个谁都不太搞得清楚 而且谁都不敢说我知道怎么办的一件事情 因为任何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然后有非常多他们没有估计到的后果都会发生 这是一个我就是想说资本市场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我不能说不可控 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背景就是刚才方赵说到一个一句话 我其实觉得挺重要的 就是各国政府都在发水 他希望刺激实体经济 但是起到的效果却仅仅是刺激了股票价格 也就是资产价格 然后这件事情和我们经常在新闻上 或者大家会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我只是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除了这个叫什么 除了世界变暖之外 现在全世界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贫富两局两极的这个分化的这个问题 他央行放水出来的这些钱最后没有到老百姓的腰包里 他就是不成正比的落到了和银行有关系可以借到钱的有钱人的身上 然后他们用这些钱把自己已经持有的资产 也就是说这些股票或者是债券这些价格炒得更高 当然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不管在逻辑上还情感上基本上是成立的一件事情 和我们待会会讲的 我觉得这两个前提也和我们今天聊的事都是有关的吧 对的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9月中旬 现在有人说这个叫Repocalypse 就是一个世界末日性的一件事件 但是在这有点像切尔诺贝利亚 就是说其他老百姓好像是觉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但其实是就是这个世界市场或者是金融市场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方丈你来讲一讲大概是怎么回事 对的 我想就是我们在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事情 什么又中美又贸易战了 或者说是什么现在有武汉肺炎什么这些事情 这些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在2019年9月16号 其实也就是在三四个月以前发生在美国的回购逆回购市场上的这么一件事情 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叫go under the radar 起码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讲是这样 尽管在金融圈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些事情也没有能够通过新闻媒体进入到公众的视野里面来 就好像在2008年之前 其实在美国的高频交易市场上也发生了闪崩 然后当时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市场的发生的变动一样 那么在2019年9月16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这一天也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11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这个美国的有一个市场叫回购逆回购市场 这个名字比较的拗口 这是因为这个中美之间有很多术语 在翻译的时候会出现差别 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次序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中国经常讲一个东西叫银行间市场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你用interbank market这个词的话 它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OTC market 它是没有central clearinghouse的 但是reper market是有central clearinghouse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市场机制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我们不要去管这些术语上的差别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美国银行来确保它的准备金和流动性的市场 它也是最大的货币市场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上 这个年化的隔夜的reper rate 就是这个拆借利率 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用这个拆借利率来做比喻 它从不到2%上升了5倍 到达了10%以上 那么很多股票都可以跳345倍 但是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关系到数千亿美元 他们在拆借时候的利率 这个就意味着在这个市场上 如果说你不能很快的把这个利率降下来的话 那些借钱的人很快就要破产了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是谁在这个市场上要借现金呢 在这个市场主要借现金的人 就是美国的中小型银行和美国的大量的这个就是券商机构 还有就是美国大量的hedge fund就是对冲基金 那么在那个方赵我可以在就是以防有人听第一遍 你讲之前的这个没有听懂 我再来用我的话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经常你会在英文媒体上看到所谓讲的repo market 就是刚才方赵讲的这个有点像银行兼拆借的这个市场 你刚才说是数以千亿 其实它随时都是每天可能是一个one trillion us 就是一万亿美元规模的一个市场 然后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所有 也不知道所有 有就是去这个市场 刚才方赵讲的这个clearing house 其实就是一个做事的人 他是有一个中间人在这边 不管是为两边做担保也好 还是提供价格也好 还是他是有一个这个工作的 是有这样的机构在 中央清算机构 然后这个清算机构的两边的人 他们是也不是一个张三李四都可以去的 是有资质的人 但他不仅限于商业银行 像你刚才说有一些其他的人 类型的金融机构 他们都可以进去交易 他们就是说每天晚上要 要大家关门之前 有就是说一个是我身上 银行账上有没有足够的钱 来保证我的准备金的这个法定的要求 然后以及我明天要付的这些费用 我给我的这个打扫卫生 拿一付的费用 我小孩要付学费 这个费用的现金我存不存在 然后哪些人我要借出去的钱 明天说我要给他借的钱 这些现金在不在 那没有现金的人 或者是就是不足够的 我还缺一万块钱的人 就会拿着家里的过弯瓢烧 然后在这个Ripple市场 通常是美国国债 作为抵押品 然后去借一天 大家都是以 就是绝大部分是以 非常短期的这个借款的形式做的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他又会把这个 他借的钱给和抵押出的东西 给赎回来 然后付一部分的费用出去 我也许解释的更麻烦了 就是他就是一个 几乎是以天计的 以24小时为单位的一个 一个借钱的市场 但这个市场像我刚才说 一天成交一万亿美元以上 相当的活跃 然后也是一个 有相当多的市场上的人 都去利用他的一个 非常有起关键性作用的 然后就回到 刚才方赵说的 看似一个 很就是只是某一天 他本来借一天晚上 2%的利息 这是年化的 你放到一天来说很少 但是因为他的量很大 然后又有很多人很缺钱 他如果借不到这个 因为他可能在玩一些 很复杂的杠杆的东西 他借不到钱就会破产 所以2到10的利率的跳 比如他是2.几 3.几 乘以3倍的跳 是一个非常少见 和杀伤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然后方长你继续 对的 一般我稍微就这一点 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这不重要 就是说在银行间市场的话 他一般是隔夜拆解 在report market上 他是有不同的期限的 但是当然他期限都很短 一般都是在什么14天 7天这些比较多 但是也有一些隔夜的report 但是它是一个复杂的 它的9期和银行间市场上 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但这个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短期的 就是有大量成交规模 对于每家银行的生死存亡 对于这个市场上 每一个游戏的玩家 生死存亡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 这个市场上的隔夜拆解率率 从2%到10% 几乎可以相当于 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 从7变成了50 几乎可以是这么可以 来对比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他们突然汇率涨了5倍 就是在某一天涨了5倍 那么9月16号 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这个美联储就立刻恐慌了 因为在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 正是因为回购逆回购市场的风动 风动就是没有人能够借到钱了 能够以正常的利率借到钱了 导致了货币基金市场的风动 导致了美国各大公司 明天就发不出来工资这件事情 导致了他们第一轮的购适 后来又有第二轮第三轮的新的购适 但是当时正是因为雷曼的破产 导致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那么在9月16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聚加 9月16号再等一下 我觉得可能又会有一个概念 我们刚才说掉了 我们刚才说有很多人 想去这个市场上借钱 我们没有怎么讲 谁再拿出现金来借 然后刚才方赵讲到了 引起了货币基金市场的风动 其实我们国内的老百姓都很熟悉货币基金 大家都觉得是最安全的投资 货币基金在美国就是一个出现金去借给这些人 然后来赚取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利率的这么一件事情 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安全的事情 因为是有国债抵押的 然后期限也很短 然后我们大家每天看的支付保障 能够给3% 4% 就是类似的 在美国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来赚钱的 是的 9月16号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刚刚伊凡尼也提到 有国债抵押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在9月份实际上 也给了改变了 这个市场的结构在非常迅速的发生变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抛却这些技术性的细节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一天 美联储担心会重现2008年 由于逆回购市场导致货币基金市场 导致连锁金融反应的这件事情 所以美联储在当天就像这个 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 就像什么中国紧急要把武汉封城一样 他们就紧急的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要用不同的手段 来给这个市场注入流动性 使得这个市场不会再发生 这种利率突然飙升的这个事情 那一个救火的事情 一个救火的事情 迅速演变成了切尔诺贝利 就是当他们这些救火队员赶赴到 这个现场的时候 他们发现报警的人说这是切尔诺贝利 那个发电机房顶上的那些装饰材料 着火到他们到了以后 他们发现其实这个这个内核 现在正在燃烧起来了 所以从今年的9月16号到今天为止 几乎每个星期 包括这个星期 包括我们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美联储都向这个市场新投入了600到700亿美元的这个流动性 就是他们把这个钱印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市场里 才能够维持这个市场 今天在正常的运转当中 而且美联储还认为他们还要继续放这个钱 直到这个市场 他们认为能够稳定了 才能够先暂停这个新注入这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计划 然后你讲的这个市场稳定了 指的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Repo市场稳定 对的 是的 是的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美联储的 大家就在Repo市场上 大家不太愿意给甚至拿出国债抵押的这些金融机构 借钱 对的 是这样的 货币基金不太愿意拿钱给其他的金融机构 是这样的 一般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个10%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利率 是你拿着美国国库券 这样一种绝对无风险的资产 作为抵押 居然你还要付10%的年化利率 才能借到现金 如果你没有抵押的话 你一分钱都借 借不到了 而在这个市场上 本来绝大多数的交易 都是以美国短期国库券作为抵押的 直到2019年 当更多更多的这个市场的其他参与者 他们觉得我是如此的需要现金 而我手上又没有那么多国库券的时候 这个市场在2019年的没有抵押的这部分的资产 在迅速的升高 它从原来的3%到5%的比例 几乎翻了4到5倍到了15%到20% 那么对这些人来讲 他们面对的不是10%这个利率 因为这个10%这个利率是一个基准利率 他们面临的可能是50%60%的利率 他们可能都借不到钱 当然我觉得那些没有拿没有抵押的人借不到钱 就更好理解了 但是是他们 那是整个这个Ripple市场 像你说的 它在迅速的增加 有很多新的人进来了 还是说原来的这一锅汤就在变质呢 两个事情都发生了 我现在觉得你 你特别像白岩松问那个钟南山是吧 就是 然后每次钟南山说 你会这个问题回答问得很好 我们两个事情都发生了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Ripple市场本身 它的供应方 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个市场有风险 因为这个Ripple市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金的供应方 是美国的主要的四大银行 这四大银行觉得 他们是商业银行 他们并不是国有的 他们觉得把这个钱 放到这个Ripple市场上去借出去 是有风险的 对他们来讲 这个风险投入比不够高 所以由这个美国最大的银行 也就是摩根大通这家银行 开始带头 他们开始逐步逐步的把现金 从这个市场中撤出来 所以这个供应就开始收紧了 那么需求呢 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 对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的 一个新的评估 或者是观点发生了变化 做的这件事情 还是有别的原因的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原因是他们肯定是慢慢的意识到 这个Ripple Market的风险在上升 就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指数呢 就是说我能够取得的这个利差 就是我能够取得的 我在Ripple和我得到抵押品的这个利差 是不是能够抵消 我目前面临的市场波动 可能产生的风险 就这个利差可能变得非常非常少 但是对他们来讲 可能就过了某一个Threshold以后 过了某一个预值以后 他们就不愿意在新往这个市场里增加钱了 然后甚至是当他这个预值达到某一个值的时候 他就会把一些钱从这个市场中慢慢慢慢的撤出来 而当一方撤出来的时候 由于这个利差又发生了变动 所以就是说其他家就会觉得 可能是别家觉得这个风险提升了 而不是说我能赚到更多的钱了 所以他会导致某一种情形下的这个多米诺效应 就本来你别的家撤出了另外一家 觉得这个现在好像借钱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了 但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某一家撤某些人撤出了以后 这个市场它的利率变化太快的话 那么其他的往这里借钱的人 他们也会变得紧张 就好像有一个大家都看好的股票 它稍微跌一点点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是买入时机 但是它跌很多的时候觉得 可能是不是这个公司内部也发生什么问题了 我也要赶快卖掉 所以就是 或者举个例子 JP Morgan你刚才讲的摩根大通 就像是巴菲特也开始卖某一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有一点问题 因为这里只有四家银行 这里只有四家银行 每个人都在看另外一个人在做些什么事情 但里边还有一个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它也算是一个怎么讲 是市场正常在出现供求和大家在风险判断 只是说我们不希望出现踩踏事件 但是它本来有这个现象是好的 是好的 然后我也有看到有报道 另外的一些更有一点点偏向风险 或者是指向JP Morgan的道德有点问题的 就是说他们以及整个市场的一些制度有点问题 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自己的股价搞上去 要持续的让自己的股价上场 所以他们像苹果或者很多其他的美国大公司一样 一直在回购自己的股票 然后他们需要更多的现金 那他们的现金 更多的现金从哪来呢 他们就希望能够释放出一些他们的在美联储存的准备金 因为美联储的准备金的多少 对于JP Morgan这种非常大的银行来说 是有一个风险评估的 你的风险越高 你需要的准备金就越多 这个是08年危机之后新出的一些规定 那他们的账上 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呢 他们就希望能够调整一下 然后这样呢 美联储在算他们的这个风险值的时候 就能够低一点啊 低一个门槛 他们就会多一些钱 然后正好在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发生了你说的 他们看了一下Ripple Market 他们拿的这些Ripple 好像有一些资不抵债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退出来 然后换成国债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 呈现出来的这个得分 就会变得更好 更优良 我们就能释放出 所以他可能不仅仅是 纯粹的资产的 就是在Ripple Market的考虑 也有一些更全盘的考虑 导致了他们把大量的 就是借给公司的钱 换成了国债 是的 对于GP摩根这家银行来讲 确实是如此 但是实际上在9月份之前 GP摩根开始有这个动作以后 其他三家银行也在开始做这个事情 当然为什么GP摩根会 率先做这个事情 就一番你刚刚解释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在一个超低利率的环境底下 怎么可能一个银行这么挣钱呢 对吧 那么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要想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办法 让我既能够满足巴塞尔三 对我这种GISB的资本要求 我又能够把我的美股收益提上去 是吧 所以他们就想了这一套办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往外借贷款 我们也不要往外借这些拆借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来搞回购 这个东西是最容易把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估值给这样 当然实际上所有的银行都在干这件事情 英国的HSBC也在干这件事情 GP摩根也在干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它是一个 它是这个最后导致了这个事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需求方这边他们的口味在不断不断的增加 这是因为在一个超低利率的这个 和这个市场波动超低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要通过某些利率产品的价差 做这个套利赚钱的话 你就必须要投入巨大的杠杆 这一点可能解释起来会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这么说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LV的价格 一个LV的价格不是一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而是一百块钱人民币左右的话 那你就要买一百个LV包 从欧洲泛到中国来 你才能获得这个一个LV包 当时这个差价所能带来的这个利润 所以基本上他们做的这个事情都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这些在市场上 要做套利操作的机构 尤其是这些对冲基金而言 他们就需要介入大量的现金 这样他们才能够把那个一百个LV包 从欧洲买回来 然后再到中国市场上去给卖出去 那么他们能够持续的在欧洲买 在中国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是说他每天都能以很低的利率 在这个欧洲市场上借到钱 他才能把那个包持续的买到 如果说他不能持续的借到钱的话 他在中国手上的这些存货 就要全部抛出去 来覆盖他在欧洲市场上 要付的这个货款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当时美联储就是担心 有大量的对冲基金 在那天过后可能都会资不抵债 都会破产 所以他们赶紧到了这个市场上 把这个利率降下来了 让这些对冲基金能够在第二天继续借到钱 这些对冲基金有很大比例的 在Ripple Market上借到钱都是没有抵押的 OK 所以可不可以说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 比如说有 因为刚才讲了有供应商 有供应方 有需求方 有clearinghouse 像JP Morgan这样的公司 在这可能是担任了两个角色的 他们可能手上有现金 是要是作为供给方出现的 然后他们可能本身也是clearinghouse 是这样的意思吗 一般来说 这个clearinghouse就跟交易所一样 他们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但是他们的大股东 很多都是这些 就是更加重要的金融机构 明白 就是它的不同的部门 或者是这么来理解 对 但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供给方 其实供给方和需求方都存在着 就是经济学上讲的 Moral Hazards 道德风险的问题 对 就是供给方觉得 我们把钱撤了 然后拿去把自己的股票搞起来 虽然这个会让这个市场发生 池子变小了吗 它的这个就变得更加 就是volatile 更加叫什么 风险更加高了 他并不担心这一点 他觉得有中国人说的 羊妈会来救他们 然后这些需求方在里面借钱 其实他也不是拿来 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做套利 就是搞倒买倒卖LV包包的人 或者是卖口罩的人 他们也没有 首先其实他们可能就不应该在这个市场里借钱 然后既然他们在这个市场里 他们把自己就是玩的这个风险越玩越大 他们也甚至是说我们这个风险玩的越大 羊妈越会救我们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利率能跳到10% 就是供给方对这些需求方打上了问号 对 但这个问号一出现 那段时间确实也有一些需求 其他方面的需求的增加 是 然后但是这个问号一打出来 24小时马上羊妈就进来救他们了 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道德风险 对吧 对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所以说整个这个Ripple Market 就是一个充满了道德风险的地方 它本来不是这样的 它本来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个市场它的进化是有很多年的时间的 而且为什么这些对冲基金能够进入这个市场 能够做这些交易 这和这些交易所本身要赚钱 它提供了所谓的Compression 它怎么样去设置这些保证金机制 它们怎么样去设置这些Margin 都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中 它所使用的这个Margin 是一个复杂的这个Margin系统 它使用的所谓的这个Margin系统 是一个叫做对冲以后的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你持有多和空两种仓位的话 你要交的这个保证金 往往是你持有一种多仓 或者一种空仓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百分之一 甚至是千分之一 那么大家这些都比较复杂了 就是这些我觉得都需要就是更多的时间 一个更长的节目来解释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要看到9月16号这个事情的话 虽然当时这个美联储提供的解释是 什么因为所有公司都要交公司税 或者是突然我们有之前的一些 大笔的逆回购要到期了 这个那个的原因 但是如果那真是那些原因的话 为什么你要从9月16号到今天为止 每个星期都要投入六七千亿美元 到这个市场里面来 这不合理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每次金融危机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就你能看出来 华尔街是一个 因为里边有太多数学的PhD 在里面工作 然后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些规则 他都会跟你像你刚才说 这个多方空方的这些要求 就是听众都可以不管 就是你一个是制造了非常高的管理成本 就不管是记者也好 还是说制定政策的人也好 他其实很难一目了然的搞懂这件事情 然后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一个故意的事情 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反正他都说我们这是科学的 你要相信科学 我听到的就是这个信息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 你就 那就像你说的 每天都要注入这么多 那显然你的这些规则是 是无效的 起码现在是无效的 而且市场上的其他的参与者 他们也没有时间来研究 你这个市场的规则 到底是不是合理 他们只需要看到央行有没有注入这个钱 只要央行一步注入这个钱 他们就自动认定 你们这些人都是在这儿骗钱的 就肯定会把事情搞砸 就有一个 就是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 都说我们现在是越弄越好 各种科技创新 天气一步好了以后 就揭示出了他们可能内心里真实的想法 其实是不相信一切这些金融工程项目的 对 我觉得一般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有很多人在这个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很回避性的态度 他们都喜欢说你们就知道怪美联储 你们出任何事情都怪美联储 其实这是很逃避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看到的问题就是 其实美联储在这个市场上每一次的积极参与也是被迫的 然后他们的决策者其实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市场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了解有可能不愿意去了解就是有多方政治压力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天他们就只有很短的时间窗口来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美联储从这个之前逐步的对于这个QE3的缩表到今天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又在迅速的增加 或者我们用更简单的话来理解就是他又开始大量的印钞票投入到市场里面来 他造成的这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希望的结果他本来的想法是很单纯的 就是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洞给堵上 我一定要先把我先要用这个沙子从空中投放进去 让这个反应堆造成的这个大火不要再烧了 因为这个大火烧会把放射性颗粒都散播出去 但是现在当这个沙子当这个每周每周的这个 不好意思我刚口误了六七百亿就60 to 70 billion US dollar 这个沙子投入到这个湿火的这个反应堆上去的时候 他们现在逐逐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反应堆的这个大火可能会把这个沙子给融化 融化了这个沙子可能会烧穿他们本来的这个保护层 让这个东西污染地下水 那么这是一个切尔诺比利当时发生危机的一个比喻了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美联储的这些重要的决策人员 现在逐逐渐渐地意识到他们投入到这个逆回购市场上的钱 现在进入了美国股市推高了美国股票的价格 就是他们逐逐渐渐地终于看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们本来是非常就是说不想去或者是不愿意去承认会有这样一个后果的 但是现在这个后果已经发生了 但这个后果难道不是比如说川普特别想看到的吗 他不想在竞选年让就是道指和和标普就是一直每天都在创新高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甚至对我们在中国的美股的投资人是一件好事吗 是的 确实是没错 就是说不管市场上有任何一个人他出于任何一个目的 他花了很多钱来买股票把股票的价格推高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有什么错呢 股票价格推高了跟期货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多少人在受损失啊 因为股票的空头相比较多头来讲 那数目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是这样 可是在历史上在这么多次的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商业周期也好 或者是金融市场周期啊 或者是宏观经济周期也好 我们每次都能看到这个这个顶点 这个所谓的顶点 它都不是因为自然的经济增长而到达了顶点 每一次顶点在发生之前 发生的都是一些不合理的 或者是产生泡沫的这些行为 它都是因为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去推高了某些东西的价格 使它偏离了自然的价值最后发生了这个价值崩溃的 就是每一次就是都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尽管刚刚在达沃斯啊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的首席投资官之一 就和所有的听众说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个business cycle 就是这个繁荣衰退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世界经济可以一往直前的永远增长 这是乔水的CIO之一对着所有人说的 当这个Ray Dalio告诉所有人要买黄金的时候 他居然跟所有的听众还说了这么一番话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开始是以这个美股一直在创新高啊 大家其实是应该开香兵的时候 你又说你是这个市场上不是最悲观的人 也是属于偏向非常偏悲观的人 所以你是想说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商 因为其实从去年从18年开始 大家就一直在担心啊 这个跟加息跟缩表有关 就一直在担心 大家在找啊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出发点是什么 一直在找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大家有这根神经在 那18年的四季度啊 美股也有很大的收缩 但是谁知道19年 其实19年最开始他的上涨也是跟这个没关的 他自己就反弹上来了 然后可能是跟市场觉得好像加不加息这个讨论 是好像加到头了 不加了有有关系 那现在大家可能也还在找 是是什么 比如说在中国 大家就容易去找二十房地产的这些 这些公司的拆券啊 或者是在美国 大家又觉得虽然科技股 但是这些科技股的现金流都还挺好的呀 这些起码大的这些科技公司 就反而会说 这一轮不是00年的.com bubble 因为这些科技公司都已经开始赚钱了 然后这个也不太 譬如说 08年是有一些房地产的这些金融产品 他们引发的 那repo方面的这个事情是否好像看起来9月份 这个repo市场的这个危机也被美联储化解了吗 所以我还是没有 看出来你说的这个巨大的泡沫 就是在整体美国整体股市上的是吗 我觉得一番就这个事情要分为两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泡沫崩溃前 我们都是有一些端倪的 你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端倪 就是18年12月份 美股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下跌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不是股票自己涨上来的 这个行情是因为美联储连续 宣布2019年它要降息 这个市场才能够上来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这件事情的前因 后果的话 就是说降息本身仅仅意味着说 这个市场它的公司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去融资了 然后在这个整体这个市场上 它的债券的这个收益率会降低 债券的价格会增加 它仅仅意味着这个 它并不意味着这个股票市场 因此就必须要重新定价 它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整个金融市场 就像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是非常复杂的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效应 它有很多我们现在也解释不清楚 在微观金融上也一直没有解释清楚的一些现象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市场现在有多么多么的依赖 各国央行现在的流对于市场流动性的注入 而这个市场流动性的注入 又多么多么和每一次指数的上涨是紧密相关的 这也就意味着一番你刚刚所有说到的宏观经济上 我们本来应该考虑的基本面因素就这些公司开始赚钱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相比较今天这个幅度的涨幅 他们都是噪音 他们都是噪音 我根本不关心苹果他妈的第四季度赚多少钱 什么那个他们的earnings 这都不重要了 整个SNP500现在仅仅他们仅仅关心的这个事情 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各国央行会不会一直一直的往这个市场里面放水 就是说用这个德意志银行最新发布的这个报告上来写的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controlling for all macroeconomical factors 这个现在the Fed就是每个1%Fed为市场注意的liquidity 变成了1%gain在S&P500或者是道指或者是纳斯达克市场上的涨幅 所以今天这个市场的所有的这个涨幅 它都是因为这个各国央行注入流动性而造成的 而这就使我们在任何一个要戳破这个泡沫的事件 它可能是以任何形式来发生的时候 他们都会对这个市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你觉得现在 我可能我就想提一个没有你那么悲观的观点 就是我会觉得 事情不可能朝一个方向运动吧 你也同意这个会有一个 你是会觉得会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我会觉得即便是美联储每一个星期都注入大笔的钱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一个月都不做一期的节目的这种频道 也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就会去想那注入的钱我不一定非要把它投到股市上吗 对吧 这些可以从这些银行贷到款的投资人 他也可以去投一些可以帮他避险的资产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大家没那么傻吗 不会一直把这个钱把自己给朝悬崖上面推了 对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人都说其实市场也懂的 你看看什么他们也在避险什么之类的 可是事实是这样 当一个市场在以稳步的几乎每周没有什么回撤的 然后每周都有相当幅度的情况去增长的时候 你能够找到的任何对冲的金融衍生工具 都会让你大笔大笔的亏钱 你很快就无法去维持你这个基金正常的运转了 所以即便是像我一样最悲观的一些美国的基金经理 英国的基金经理 香港的基金经理 他们在今天想要去对冲 这个他们要面临的可能的退潮的时候 他们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都是理性的人 这就使得我们会还是要持有一个整体上的股票的多头 所以这又使得就是说 就是市场有的时候是在逼着你去做决定的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人说了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话 说你不是说因为美联储他们造成了这市场泡泡吗 那Q11他们有Q12 Q12他们有Q13 Q13他们现在有所谓的Q14 当然这个Q14的性质跟123都有一点点技术上的差别 那他还可以有56789 他可以永远的Q下去 我们可以永远的赚钱 那万一川普和美联储的主席都换人了呢 对吧 万一万万一 那谁能知道是什么会触发这些事情呢 谁能知道呢 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 我们能够确定的事情 那现金嘛 什么 可以持现金啊 现金也是一种 当然也有通胀风险 现金也是用避险资产 那么谁会在负利率的环境底下去持现金呢 对不对 负利率的意思是 你不断的借钱是最好的 只要你能借到钱 对吧 所以各国政府和和现在这些股票估值最高的机构 他们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借钱 所以我就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 但是你的乐观不应该基于对于美联储的QE12345678 这些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你的乐观也不应该基于说 就是说这个市场总会好的 我们总会找到办法的 这些都不是 你的乐观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美国的这些所有的上市公司 全世界发达的所有的上市公司 在今后的20到30年内都可以实现非常大的增长 我们人类在不断不断的创新 以使得这个经济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张 我们才能够使得今天的这个股价到20年后 跟今天差不多 对的 这才是 能再讲一下吗 一下有点没听懂 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估值水平 如果要回到跟历史平均的估值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 明白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对 我其实关注的有一些经济学家 可能在上一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就一直在说 这个公司的盈利水平是一个要mean reverting 所谓要回到平均值的水平 然后就拉一条美国一百多年的这个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就说唱空唱空唱空 就是一个 但是就除了18年之外的所有时间他都在亏钱了 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做法做 是的 但是我们也要我们也要知道 这不重要 因为现在有一些金融也衍生品你可以亏10年 你只要一次你就全部赚回来了 而且你可以赚的比这个市场上那些人要多的多的多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减脂脉还是要减西瓜的文 你还是要减西瓜的文 那我们现在来比如说假装说一下 一个中国的比如说像雪球网上的一个可能普通的一个投资人 他可能买了一些中概股在美国的买了一些fine这样的 就是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甚至可能他买了一些标普或者是道指的ETF这样的一些人 你觉得他们现在最好的 而且手上可能是在赚钱的 然后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他们应该什么都不做 我觉得 对 因为大家最恐慌的事情 大家在心理上最恐慌的事情是 就是说这个股票涨了 我居然提前把它卖了 因为本来玩股票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你得到的就是心理的这种满足感 这种东西比你挣到那个钱要重要的多的多 如果你真想挣到钱的话 你就不应该去自己去挑股票 就像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一些非常基础的经济学课上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那个一样 我今天我都记着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在家自己琢磨的 对 就don't do it at home 就是在英文中就是这样 don't do it at home 如果你do it at home 那你肯定有除了这个挣钱以外给你带来的其他的这些满足感 那你要这些满足感就够了呀 钱并没有那么重要吗 对吧 好 所以你觉得大家就是 什么都不做 但是眼睛要看着出口 要看着这个紧急出口在哪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那个 就是当时我们在上大学 因为我在上大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雷曼兄弟的破产 这是发生在我大四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说有人当时已经说了这句话 就是说keep dancing but dance near the door 对对对对对 好呀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我的笔记 我有什么想就是想讲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里边有一个关键词 我们刚才说了你说投杀就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国内我们习主席老说的这个新常态 就是说经济的低速增长 然后在美国资本市场 我觉得这种央行的介入和他们有一个巨大的 就是资产负债表 然后央行一直在注入现金 这也是一个新常态 然后这也是一个 然后他们怎么能够 说要不要回到以前的状态 还是说继续增长 反正我估计这个也是经济学界 他们会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 可能也没有 我觉得未必有一个正确答案 而且反而有时候我会觉得经济学 其实跟减肥有一点像 就是有时候 大家有的时候都不能吃碳水了 就是经济学可能会说央行要独立 然后可能过20年 这个事情会完全反水过来 是的 一方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一回大家要用这个减肥法 一回大家说增肌其实才最重要 对吧 基础代谢上去了 根本肥一下就减下来了 这些我都是完全同意的 我也不认为 我也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美联储 我也不是说什么市场泡沫只有他们造成 那显然去买股票的人不是美联储 对吧美联储没有一次让你去买 让你去买股票 甚至这一轮的美联储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没有真正意义上 从某种意义上 他都没有真正意义上 他都不希望这个钱进入到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去 这是一个完全他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我觉得金融市场确实是非常复杂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现在到底是多重 就不管你减肥你要用什么原则 如果你1米75左右的身高 然后你200斤跟你130斤 那你要考虑的事情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关键现在你可不是130斤或者200斤 因为1米75200斤 都可以用所有正常的方法减下来 你现在350斤 你只能做肠肠道手术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你已经长到了350斤 对 对 当然除非你是相信一个 我睡在床上 然后接着呼吸管 接着营养肌 然后也能不挠死亡 这也叫健康 这也叫快乐 这也叫健康 对 那就是一个整个就不对 这是如果都抛弃自由市场的这些想法和信念 那也OK 也是OK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可能涉及到没有讨论的问题 也许很重要 就是美国国债还是最安全的资产吗 因为刚才我们稍微有讲到 在这个Ripple Market 拿着国债 可能拿2%都借不到钱了 但这是Ripple Market的一个具体现象 它并不能说明是整个是因为国债的收益还是低到一个不行的 对吧 对 我觉得美国国债本身现在也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这个和2014年以来各国央行开始逐步逐步的不再新增这个美国国债的购买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其实会回溯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的话题上面去 这个各国央行不新增这个事情是大家独立完成的事吗 还是大家一起在G20的时候跟美国说我们都不买了 他们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呢 我觉得这个和很多事情都有关这个和每个国家央行目前它在新做的这些货币政策是有关系的 另外也和Fed现在这个就是因为它数次的在调低这个利率 而且在QE3以后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下降的非常厉害 因为QE3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自己在买这些国债 所以就是说这个它和财政政策也有关系 因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赤字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 所以大家也有一点担心这个风险本身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目前 我不好意思我刚刚使用了太多的口头禅 因为谈每一个这个问题都让我非常激动 就是目前现在事情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有可能新增的美国政府的这些债务 要慢慢的不再以市场参与者的这个方式 不管它是美国国内的银行 还是外国投资者来分散了 可能逐渐逐渐的美联储要用印钱来给美国政府钱 才能维持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就是税收和这个 就是他不断的减税这个政策和他的这个扩张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矛盾了 嗯但他现在是不是 哦我只是没有看到这个只是听说国会是说要在一两年 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让让这个赤字就是国家的这个债务水平的这个上限提高一点 对没有听说是他们每每次他们都花很多很多钱 然后他们就超过了什么什么上限 然后又通过一个法案 然后就是说又又又能够花更又能够花更多的钱 对嗯嗯对OK 嗯好像今天聊的差不多 我们的就是希望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虽然起码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啊 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老实的啊买ETF的被动的投资的一个价值投资的人自己选的很好的公司 但是你依旧坐在一个火山上然后这个火山里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受你控制的 然后他而且能够影响这个火山暴不暴发的这些人他们他们都是在这个市场上要不然是无知的要不然就是邪恶的 然后充满了道德危机 嗯所以呃虽然大家最近过着好日子但是就是对好还挺可怕的 嗯 但但到最后都不重要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就行了是吧 继续跳舞我只不过要离门近一点 刚才讲的这个 对的嗯对的嗯 嗯好呀谢谢方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哦谢谢一番谢谢 哎对哎呀我们居然没有提到billions我们要不要最后 就是呃一部我们我们俩都挺喜欢的美剧方兆推荐我看的特别好看亿万 呃随便的说一说啊这个这个就是说billions这个剧它的原来的这个版本呢 就是写这个呃我们讲的sse capital嘛那现在改名呢叫point72啊 啊那point72实际上是这个整个市场中啊去搞这个啊这个利率的这个rb chart就是买入这个 us treasury bill卖出interested derivative的这个先行者之一啊 他是这个伟大的先行者啊 现在已经有两个巨大的基金跟着他已经杀进去了 一个是millennium另外一个是这个啊 citadel啊这个坑这个的这个坑griffins啊 他们都是啊啊马上要爆破的这个lt啊这个这个这个长期资本之一啊 他们他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啊就是说那个在那个巨里面这个他也东山再起了啊 现在他们也都都东山再起了啊就是说他那个巨里面有很多东东西跟我们讲的这些都非常有关系啊 就是你只有很多人杀进去了你杀进去了以后你这个成本才会逐渐的降低交易所才会做更多的compression啊 这些是很很很直接的另外就是说对于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啊 这个基金而言现在这个啊discretionary trading已经越来越啊就是不流行了 那就像在那个billings里面那个巨里面一样就是那个他这个老板实际上是做这个啊所谓的这个就是主观交易的嘛 然后他们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也是主观交易嘛对吧 那些spin off的人都都都都想做quant啊 那么实际上这个quant为什么能够推高股价呢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啊 这个quant他不一定能够推高股价他是能够把高的股价推的更高把低的股价推的更低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股票市场上的绝大多数quant啊我们不要看什么啊这个quant的quant就多么牛逼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除了极少数做这些arbitage人的里面绝大多数的quant有最有钱的那些quant全部都是做trent following的 做trent following的人他们就是就是在就是在追涨杀敌 就是说他们是就是玩这个musical chair是做的最快然后跑的最快的人对吧 他是对的对的你不可能有他们那么快的你就不可能有他们快的对而且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甚至会去收买呃就是央行这个开记者发布会的录音公司 然后要比电视转播早几秒钟拿到数据对吧就是他们是对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改这个市场市场规则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在做的都是在改规则啊 但是我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比较严谨的人来讲呢我们不应该去比较简单的去指责任何一个市场投资者的任何微观行为因为我们很难把他们的即便是一种集体化的微观行为 我们也很难把他们集体化的微观行为和宏观经济和宏观的金融市场上的指数啊建立一个causation我们很难去做这个事情尽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啊就是他干的什么之类的啊 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任何一个严谨的人而言这些事情都没有那么的简单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今天的金融市场能够有这样一个文化 它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目前的市场规则下经营这么多年大家得到的一个结果 它不是偶然的它不是说啊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我们所以就这样了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提到文化我就会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为什么有愿意做这个节目啊 或者是亿万这些节目啊或者像大空头这样的书啊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让这样的文化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吧是的是这样的 然后你的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大家的道德舆论啊这些它都大家知道的越多越好嘛 然后然后才能可能有一些好的方面的改变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就是说在达沃斯上他们从来也不会提 或者是说他们呃都不都在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今天的这个市场有一个巨大的偏见 这个偏见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市场在涨的话我们就认为一切都ok 如果说这个市场稍微跌了一点我们就觉得要出手干涉啊不论是央行还是什么其他的机构 我现在都都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偏见在嗯在在里面的好呀啊ok好差不多了嗯差不多 ok我们聊到这儿呃我们这期节目我说一下呃以以防就是市场突然发现什么大的事情 我们是2020年1月23号录的可能是1月底发啊ok啊我我这里也开录音说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声明啊 就是说啊呃呃我我现在要非常坦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今天我们录制这个2020年1月23号6点23分钟 我既没有持有任何一股的美国股市多头我也没有持有任何可能的代表就是看空能让我获利的任何仓位 我可能会在未来建仓但是在今天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我说这些话能够让我赚钱或者会让我赔赔赔赔钱 我只是觉得最近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想和一帆做做这么一期节目好好好我就我我有一些股票 ok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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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